欢迎回到庶民大头家 大陆拒收了立陶宛两万瓶的莱姆酒 蔡政府立刻意气相挺接收 宣布大年初一开卖 但是网友就发现了 这同一款的莱姆酒 大陆的电商平台上卖台币166 可是到了台湾上架之后要卖600块钱 价差3.6倍 有网友说难道台湾是世界大盘子吗 不过外交部看起来对外有求 面对民意的监督却是立刻改变态度吗 莱姆的立委赖世宝抨击 因为现在在沟通总预算 结果其他部会都是部长次长出来沟通 可是外交部是派副司长出来 吴钊燮就回应了 他说外交部的事情很多 我们要请教一下施诚哥 所以说吴钊燮部长言外之意是说 其他的部会其实都很闲 所以才可以派部长出来 再来了吴钊燮任内断交六个国家 结果他上节目受访的时候 Youtube就问他说好像断交很多国家 被问到这一题的时候 他就回答说这个议题我们不要谈 你知道远宜我们现在邦交国剩几个 剩14个不是140个 我怀疑吴钊燮部长 就是这个公文说公文先摆这里 然后再摆这里 然后再摆这里 好忙啊 摆来摆去 不然的话他在忙什么 你知道我们在忙什么 你知道现在这个对岸跟乌拉圭这样往来密切 他说我们唯一的南美的邦交国 这个巴拉圭会不会断 关于尤其关于蓝木九这个事情 我觉得我们这是大盘子 为什么对岸只卖137块 我们要卖到600块 还有人说 哎呀你怎么有人在带风向 什么风向 人家香港 欧洲都卖六七百块 比我们卖的贵啊 香港跟欧洲的物价 请问比我们贵多少 我有个亲戚在做外贸的 台湾做10块钱的东西 到欧洲挂欧元的地方市场 挂10块欧元在卖啊 因为他们的成本 他们的过程非常的高 还有人说 因为我们这个码头工人 这个薪水比较高 有高四倍吗 有高四倍的价钱吗 我们不是盘子什么 我跟你讲啊 这跟商业无关啊 这就是政治啊 就是哎呀 我们跟立陶宛交好 所以呢 没关系 当盘子 又不是蔡总统当盘子 也不是苏仁昌当盘子 也不是金医部长当盘子 是我们人民当盘子啊 对不对 拿我们纳税钱花得好爽啊 无所谓啊 六百块 六千块也照买啊 为什么 又不是花他的钱 这就是问题在这里啊 还不承认是盘子 没有办法 现在立陶宛对我们不错啊 要搞什么代表 这只好买吧 那个对岸的这个 螺旋黑蓝母酒 然后他们不买 我们买 然后我们呢 就是把这个简体字 改成繁体字 干嘛 你因为这个 所以价钱特别贵 你是找书法家辉豪吗 写蓝母酒吗 所以很贵吗 莫名其妙 我跟你讲 我们这样的汤盘子 知道其他非邦交国 要故意对台湾好一点 会比照办理 以后我们要当盘子的机会啊 多很多啊 嗯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我们先休息一下 我们先休息一下 我们先休息一下